由美国好莱坞演艺中心 好莱坞文化传播集团 美国加州男生合唱团 美国LA女子声乐团联合举办的 华夏音乐会在乔教中心闪亮登场 主办方负责人陈和霞表示 希望借着音乐唱出华裔移民生命的光彩 请看报道 2016感恩华夏音乐会 在洛杉矶乔教中心隆重开幕 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 加州男生合唱团 LA女子声乐团的演员们 为南加州的华人民众 献上了一台精彩封城的文化艺术项眼 给盈热的洛杉矶带来了一丝 凉爽的风温暖的情 在靓丽的舞台上 他们表演了同声合唱 女声二重唱 小合唱 男女声独唱 男声四重唱 歌舞独舞 时装表演等 华夏音乐会的总策划和总导演 陈和霞表示 举办音乐会 希望能传递音乐与艺术 文化与美丽 透过音乐与各族裔之间展开交流 也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 提升华裔艺术家 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 基本大多数都是在美国 在这个参加美国舞蹈大赛获奖的小朋友 也有年轻人在歌唱大赛当中 都是得冠军的这个年轻人 还有呢老年人 老年合唱团就是有一定年龄的华人 在这边就是他们业余生活的时候 他们就会组织在一起 大家排练演唱 所以今天有合唱 有这个小合唱 男生小合唱 女生小合唱 我们今天节目应该说 比较丰富多彩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若然基采访报道